HELLO 大家好 我是翁萊 今天我們又來看地獄塔的這個20星通關喔 我們的這個5到7樓 那因為我現在我家的附近在施工啦 所以如果錄到一些這個雜音的話 還請大家多包涵 因為我實在錄得有點心累啊 我只要錄一句話就空空空 然後如果停下來呢 想說等他沒有空的時候呢 我再開始講 我一講話空空空 所以我放棄了 對 心態炸裂 那這邊先講喔 這個5樓的部分呢 他的三星通關條件是 免疫所有的公條變化效果 以及免疫所有的技能冷卻效果 那我原本是把這個 三星直接勾起來 然後想說我就利用這個 火衣或者是水術妖的望卻來打 但第一關還好 第一關勉強還能用這個 光派來扛傷害 但到第二關真的壓力太大了 所以 反正我們這個系列的目標就是20星而已 所以我就決定 那好 我們就直接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2星通關 我後面只要再拿6星就好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應該已經累積了12顆星星啦 那這個地方我所使用的3星通關陣容 是把現在大家看到隊伍上面的水精靈換成光派 然後那個 呃 光卡烏格 換成火衣或者水術妖 在第二關的時候其實壓力就明顯感覺出來了 第一關真的都還好就是挑戰然後先收光最高就好了 但到了第二關喔 因為光南瓜是無法控場的 那我們只要這個 無法在這個前期喔 去把這個 呃 火槍手收掉的話 他每一次動 如果來不及 只要有一隻沒有忘卻到 他破綁到光南瓜這個被動疊起來的傷害打下去很痛 所以在一番折磨之後 我把這個免疫攻條變化喔 給他勾掉之後呢 就直接決定使用2星通關 那使用2星通關的話 那這個 通關的難度喔 就會大幅下降不少 在王冠這邊喔 我們選擇水精靈就直接先這個 大家要選擇先兵或先退攻條都可以 反正我們就是讓水派去打一下也沒關係 因為水派的傷害量這個傷害是還好的 所以不至於直接秒掉我們 那只要扛住一下 讓水派的被動技能進入冷卻之後 基本上剩下的時間就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 因為那個水派就完完全全不可能去 這個 抵擋水精靈加上我們的這個 暗翼變以及光卡霧格三隻角色 三隻強大退條角色 跟這個洗CD角色的combo囉 那就直接無限控攻條 然後反正左右的這個 光鬥士跟暗南瓜我們水精靈冰柱就好 然後就全力火格二技戳水派 無論他有沒有盾牌 無論他這個有沒有暴擊都沒關係 反正我們慢慢戳遲早可以戳過的 然後頂多就是光卡霧格稍微瞄準一下 基本上只要水派的攻擊條超過一半 我就會先打水派 如果沒有的話就選擇攻擊條最多的去打就好了 那這就是我們的這個五樓通關 那再來我們就看到這個六樓的通關方式了 那六樓三星通關條件呢 是我們的這個 開場沉默以及限制弱化效果一回合 所以有開場沉默基本上帶著暗衣 或者帶著這個水人魚就可以了 兩個都可以 那我其實覺得啦 帶著暗衣就是你有提條 你多一個控場 那如果你帶水人魚 就多一點點容錯能力 因為他的這個被動技能 也可以稍微的補血喔 選誰都是不錯的 都是很棒的選擇 那弱化效果一回合 反正我們這個水精靈的二技能退條能力搭配我們的火格三技 使得的這個控制弓條是很強大 而且我們還多帶了一個光卡無閣喔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 呃 六樓的地獄塔三星通關是這個 輕輕鬆鬆喔 分分鐘就可以通關的 就從頭控到尾就可以了 到了第二小關呢 也是一模模一樣樣喔 第二小關有這個火格風格跟這個水玄琴 你管他的 反正控攻條就好了 那這個地方我可能會先選擇去打火格 因為火格的這個速度是快一點點的 但如果你比較怕這個 光格的 抱歉 風格的 打在我們的這個水精靈身上 因為他是客屬比較難控一點點的話 也可以選擇先收風格 總而言之我的水玄琴速是我是留到最後 因為火格是客屬打他會比較慢一點點 基本上我們會先選擇 除非他有很強的被動技 否則地獄塔都是選擇可以收得比較快的優先收頭 那進入到了王關之後 其實就全力打在光貓貓身上就好了 呃... 左右的這四隻火希爾菲德 完全不用管 就算沒空到也不用管他 因為他除了死掉可以給到貢獻以外 其他的就是二技能能稍微拉個條稍微補個血 一技能能稍微上個毒 除此之外完全沒有作用性 所以這樣的角色我們完全不用管他 我們就直接把火力全部集火在光貓貓身上 那光貓貓他的二技能在被我們的暗翼變冷卻之後 他的受到傷害會減半 不過沒關係就只是打的比較慢一點點而已 只要不要讓光貓動我們都不會死 但如果讓光貓動到就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這個六樓的王冠喔 光貓貓的速度是比較快一點點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大家等一下也可以參考符文的速度來做一個配置 基本上 我的速度算是一個抓的很極限啦 就是...呃... 因為我其實每個月都要拍這個... 20星的平民隊伍通關 所以我的符文通常都會抓的非常非常的極限 就是會配的稍微好一點點 那也會是一個剛好水平線的一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在前面幾樓可能符文數值可以再打個8折7折 但如果到了後面的樓層的話 你可能符文數值就不能跟我差距太大 尤其是速度的部分 因為地獄塔基本上啦 你速度跑輸了你就沒了 那終究我們就從頭磨到尾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喔 即便左右的火希爾飛德的狀態都已經清空了 光貓貓身上的那個... 禁止使用技能都還留著 代表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去動過 好啦那這就是地獄塔六樓的通關方式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17顆星星 而且都會使用非常平民的魔靈 好啦接下來就到了我們地獄塔的7樓囉 然後地獄塔的7樓 呃...很多觀眾給我一些隊伍的建議 我本來想要用毒的直接硬毒過去 不過後來觀眾推薦了我使用火霜子之後呢 直接找到一片天喔 我們使用火霜子之後這個容錯率高非常非常的多 這邊先講一件小小的事情就是 我的火霜子符文超級爛 真的超級爛 所以你的火霜子符文只要比我好 那麼一點點只要使用暴走 而我的這個火環是沒有用暴走 因為我拿來打這個三頭龍 我並沒有去使用這個暴走符文 如果使用暴走符文 只要兩個的速度喔 就在水平之上 就是你的速度大概加個100多 其實... 呃...對 就可以非常容易的通關了 那我等一下在後面秀符文的時候 我也會稍微去給大家稍微調配一下火霜子的符文 但是...就是... 大家打起來就會比現在看到我打還要輕鬆很多很多了 那講到那麼多我還沒有介紹到這個... 7樓的三星通關 7樓的三星通關條件呢是我們的這個... 限制弱化效果一回合以及爆傷200% 有這個爆傷200%呢 我們打王冠的速度就會非常非常非常的快速了 那我們只要可以把暗貓帶到王冠 基本上呢 除了王以外 封馬完全打不死他 因為王冠雖然只有封馬 但是王冠的封馬是百爆的 所以這個... 使用暗貓貓的話呢 可以妥妥的去坦住這個傷害最暴力的封馬 那前面小關我就不特別多做解釋了 基本上就是... 火旋刀 直接3技控住 或者是2技控住 然後火雙子2技破個防 然後就直接全力輸出就好了 那水精靈應該控的控一控 那就過關了 那王冠這邊啦 水精靈一定會一開場就先被封馬打到燈出 沒關係不重要 對 大家可以看喔 我們接下來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 火旋琴呢 火旋琴呢 他會... 很悍很愛彈琴 他假如每次彈琴呢 他就不會動 也就是說我們只會受到封馬的傷害 而封馬又只會打在暗貓身上 因為我們右邊3隻都是火屬性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安心的去做到這個輸出的部分 基本上呢 這就是這個月的地獄塔的20星通關啦 這邊我們就最後的3星通關 打完之後我們就拿完20星了 那我們前面的這個... 這7層的我們通通都沒有用到任何一隻 非組合援武的魔靈 就是沒有用任何一隻需要抽的這個援武啦 所以應該每個人都可以達到 一樣老規矩喔 組合援武或者是這個原始魔靈喔 我基本上不會去跟你介紹說什麼可以取代的角色 如果有的話我會在影片當中就已經講到了 其他這個如果你要問我說什麼 光拍可以用什麼取代啦 暗藝變可以用什麼取代 我會跟你說去練一隻就好 去合一隻就好了喔 那最後呢我們就依照慣例喔 給大家參考一下符文的部分喔 那基本上呢 呃...水人魚的部分就是你用全... 對最快的那一套符文就好了 所以...呃... 因為我是拔封擊地了 所以我就沒有再把它拔回來給大家看了 基本上最快的迅速給他就對了 那當然水人魚的部分呢 是為了要接場 所以也可以去使用到暗藝是有同樣的功能 那火雙子部分的符文的演繹喔 我只有選擇一隻而已 那兩隻符文基本上不會差距太大啦 那如果要傷害最大的話 火環的速度可以稍微快一點點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8月份的 地獄塔20星的通關 我們也順利交完作業啦 那也預祝大家都能順利通關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e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很多人玩 對